各位聽眾早晨,又到我們望向早晨的時間 首先這裡有我們的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早晨 還有我家產生的,今天聲音有點不舒服 如果大家覺得我們的節目OK的,不妨share和like 還沒按訂閱的,麻煩按下訂閱仔 還有旁邊的鐘仔,有新片會通知大家 以壯大我們這個中立平和理性的聲音 尤其是在這個真是瘋了 人人都有少少精神病的年代的時分,這幾個月 那好了,我們今天早上要說回昨天發生的事先 有幾件事可以說的 首先第一個就是 這個多過康復組織及工業營機構合辦的精神健康月救小組 在6月底至7月初 這個動亂發生的初期 就用電話訪問了1,000名15歲以上的市民 結果顯示平均精神健康是不合格的 平均是46分,合格是52分 由於這個社會爭議令人開始有些屈粗狂操精 而引起的事呢 為什麼突然間一開始要說這件事呢 是有一件事,昨天應該說昨天9號 我們現在錄的時間是10月10號 香港時間是10月10號 10月9號那時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有一個理大的教師 他發表了一些言論 就是說應該要嚴懲這幫暴徒違法的人 說完之後就遭到理大的學生發言 竟然就走去禁止他 就逼了他五個小時 就逼他道歉,他死都不道歉 為什麼要道歉,沒有需要道歉 他只是說要嚴懲暴徒的暴行 有什麼問題? 這個才是體現法治的表現 但是那幫人是瘋了 說你是說錯了,你要道歉 你要交代你的政治立場 這些就是民國 所以我們就說中立模式的運動是這麼重要 為什麼就是 因為其實正常的社會 就是在學校就不說這些事情 就不會衝擊老師的 就不會質問其他人的政治立場 正常的社會從來都不會這樣做 是的 很認真地說 現在你去其他西方國家也好 就算是中國也好 會不會有人在學校質問他們老師的政治立場 不對就要打,是沒有的 我聽到某一些是會有的 有些阿sir說在中國內地 我不知道現在幾 五年前我都聽到是還有的 公平地說一句 有些人是上告說這個阿sir是這麼詆毀國家 所以令到那個教授出了事 五六年前都還是聽到有一點點的事發生 其實五六年前有很多人說這些事情 其實他真的某程度上是詆毀國家 有些阿sir 他講一套話根本是污衊國家的 有人投訴他都是正常的 我覺得我不是特別愛國的人 有很多人說我們還是黃絲 這個台 不要緊,其實我們什麼識 我們自己知道 但別人怎麼看我也不是那麼緊要 其實我覺得這些事情 盡量在學校就不應該做 大家在學術上抒發自己的見解 和平理性的講自己的見解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何人呢 其實就告訴全世界的人 你們這幫學生根本就是暴徒中的暴徒 現在香港在搞的事情 其實就是真正的文革 有些人還要誣回其他人 就說現在有很多學歷低的人 質疑學歷高的人 最像文革 很對不起,現在不是 現在是所謂的學歷高的人 是不斷做那些暴民行為 怎麼搞錯 而有一幫學歷高的人 是將他們這種行為 淘滋末粉 那一下才加嘔心 有一些社會言达 真的 將他們這種行為淘滋末粉 一是輕輕帶過 有些所謂的網上的KOL 當質問他 為什麼你不譴責暴力 他只是說一句 這幫人都受到應得的制裁 二千多人被人抓了 每人要坐五年牢 呵呵呵 你這樣說也不對 其實之前蕭若元和黃毓民反面的時候 是怎樣的呢 就是因為黃毓民鼓吹勇武抗爭 還有主張用暴力 如果主張暴力 使用暴力可以令到一個人和另一個人反面 證明暴力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還有我們長期都是 我們反對芒果佬黃毓民 就是因為他主張暴力抗爭 我們從來都沒有變過 我經常說爭取民主沒有所謂的 民主自由是好東西來的 香港本身已經好自由 不需要再爭取 民主香港可以爭取的 在法律的框架裏面 你爭取民主是沒有問題的 是不是 這件事情首先大家要認清楚 民主是不是好東西 民主當然是好東西 中國都是民主自由 他們都是放了這個 我們中國都是放了這個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民主自由是有份的 當然大家要明白 你實際上做出來 當然是要慢慢改善的一個地方 還有中國現在 是真正實踐到民主 民意是得到彰顯 民意是可以改變政府的施政 政府的施政 政府的施政是一塌糊塗 那香港人爭取民主有什麼問題 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你有合法的手段爭取 我剛才說那番話的人 就是剛才社長你提一下蕭若元老先生 我知道 所以我才說他 雖然我沒有聽他 但我一聽就知道是他所說的 因為問題是他從來都是非常反對暴力行為的 尤其是在爭取民主的狀況來講 他從來都是在比較溫和的一個光譜裏面 他不是在最極端的光譜裏面 但他現在是露人家一樣 我就要告訴他 究竟你那時候和王毓民的反面是因為什麼 王毓民的反面不是因為用暴力 主張用暴力抗爭 是啊 他現在去包庇 如果蕭若元老先生他肯 至少他有三十幾萬人 甚至一百萬人聽他 如果他肯去譴責的話 和理非不是站在為這幫暴徒包裝的話 情況局勢是會有所轉變的 他有能力做而不做 他也有責任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 我們說回正題 正如我們昨天說的那個題目 這個校園深入校園 這個黑衣暴徒的邏輯深入校園 看來已經病入高方 真是神經病 禁錮了 而最可怕的就是校方也都跪下 這個教授打個電話去報警 那個校長 校方說我們不可以讓警察入校園 所以他被人禁錮了五個小時 理由是這樣 結果他走出去之後 這個校長是有嚴重的問題 這個校長有嚴重的問題 跟上次那個中學校長也不一樣 那個情況 我覺得 中學校長去接放學那些 其實都是在學校外出現的 那個行為 所以他只是可以做一些比較溫和的反應 這個李大校長 他這次不讓警察入校園 其實是神經病的 你在學校可以非法禁錮 成為一個法外之地 這個不要說暴力 他一進到自己的教室 那些人去他 我說要我和你裝修 用髒口罵他 用雷射不射他 總之要推跌他 他打電話去校方求助 校方說我給他大一點的教室 你自己和他這幫人說 然後 他交代的重申三點 那幫人是要他道歉 和交代政治立場 他重申三點 第一反對暴力 第二尊重法治 第三對身為中國人感到自豪 說得沒錯 全部都沒有問題 全部都沒有問題 好了 現在理大 這個老師很厲害 這個老師很厲害 他講出我的心聲 他就是中立模式 是嗎 是啊 他很厲害 我相信意志力少一點都死 現在就是 校方就出席了 他跟這幫黃衛兵 小黃兵 聊天 這個教授沒有出席 我為什麼要被你批鬥 是嗎 正常 結果 結果 見他沒有出席 就奪門而離去了 那些學生 李大回應 就說 現在要用其他港師代替 這位叫陳偉強港師 那 那 所以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港師的言論自由 不被尊重 香港 從來都是說要言論自由 從來都是說的 從來都是說的 這麼溫和 都沒有自由 有沒有搞錯啊 這件事 其實大家想想就知道 他們那些暴徒 現在已經不是在爭取民主自由 都不用用腦子來想 用屁股來想都知道 是嗎 他們根本毫無這個什麼 他們根本是爭取權力 法外資權 要別人全部遷就他 我做什麼都可以的 他們現在是爭取 其實他們是霸權來的 這幫人 其實是霸權人 根本就不是民主 什麼差都不是 他們是霸權人 他們要權力 那我們說 這件事完了 我們說第二件事 就 在這個新城市 就是 昨晚發生的 看一下 有一個 有一間 叫什麼 叫什麼 一間商場行龍的 那他前晚 行機應該是行機 行機 行機不是行龍 你說馬鞍山那單 是嗎 是馬鞍山那個新城廣場 那些什麼要進去啊 那些防暴警察 誰知道就被五個四男一女的保安阻住了 那結果今天呢 警察就 說要告他們 阻差辦公 那 就 當然是群起義工啊 那幫黃絲 那幫暴徒的掩護者 那些 就扮了和平 就坐在別人的商場 那又說要去馬鞍山警署 要他交人 放人 那些壞事 那些壞事 例擺做何人 但是呢 有人就 其實他們不明白 他們不明白一個道理 就是那些保安 不好意思 我想說一說 之前試過的 在RFC那裡 就是RFC就不讓那些警察進去 裡面的 那 就是 警察都沒有進去的 到最後 那 就是RFC有四宿的 就是有佔大股 如果沒有記錯就 那這個 這個 馬鞍山這個商場 有RFC有四宿的 那 有一樣東西不一樣的 其實兩樣東西就是 事勢不一樣 現在那幫 暴民呢 他基本上 就是 已經是玩得很過份的了 那有時候 躲進去別人的 尤其是馬鞍山那些地方 馬鞍山港鐵站 已經是被嚴重破壞 因為那個商場 就在馬鞍山港鐵站 應該是上蓋 不是隔離 是上蓋 或者很近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是 憑記憶 我都沒有做資料搜集這件事 不過呢 就是 你如果想一想就是 如果警察追犯 在港鐵站 追著一些 在港鐵站 破壞穴的人 去走進商場 而你的商場 是阻止不讓警察進去的話 你這樣做是說不通的 就是 把商場變成法外之地 其實根本就 不合規矩 那些所謂律師 因為那幫人有很多律師 就說你不行 地契不行 怎樣怎樣 但終於有人找到 警察條例232條 第三章 就說 如任何警務人員 有理由相信 任何與逮捕的人 已進入 及置身於某處 則居住在該處或管理該處的人 在該警務人員提出要求時 須容許該警務人員自由進入該處 並給予一切合理的便利 以便他在外搜查 其實這個我們講過的 如果追犯你追到去哪裏 其實這個商場店鋪根本就 沒有可能可以擋住人 其實為什麼會有說要地契那些呢 其實就是一班不懂事的律師 在亂吵吵吵 他做了那些文宣 是非常誤導人的 其實我們一早都講過 你做那個商場保安 是沒有可能阻止警察進去的 如果警察只要他說 我可以在追捕的人 已經進去你的商場 現在我有理由相信他在裏面 因為我親眼見到 只要警察說 我親眼見到 那個我們在追捕的人 走進你商場裏面 警察就可以進去的 這個從來都是這樣的 其實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怎麼可能 你說 因為我想說 在這一次運動開始 很多律師 其實神祖想了很多師爺 去阻止警察執法 禮橫折曲 而警方自己本身 也實在太懶 不熟書 其實他隨便到不熟書 我們講過 其實之前 如果大家要找回舊節目 我們批評警察不熟書 就是七八月的時候說的 現在都十月了 其實不熟書的情況已經改善了 警察來說 什麼委任證 我們一早也講的 如果你是震報的時候 你是不需要 不需要也沒有委任證 那也不需要委任證 警察的例子 total可讓你 那樣做的 所以你說以委任證的人是傻的 所以 隔絲就是維eling 警察拿委任證 拿Warrant Pass 这个我们一早都说的了 因为是有政治需要抹黑警察 说警察不守规矩 然后就要清算警察 现在他五大诉求变了第六大诉求 还要借用彭定康的名字 就是这样 有些人很白痴的 有个人点名在Facebook那里就说我讲假新闻 就说之前我们讲纽西亚人 比如有人冲了出去Motorway 那五六个警察会勾下去 这个是事实来的 你可以看回这个是2010年的时候发生过的 我不是说谈话的 你如果找回可以找回一些片段 还有是有新闻报道的 就是你说Face news是短暂的说话 就是其实你试一下 如果在外国地方做香港那帮暴徒正在做的事情 警察一唱就射低你啦 不要讲笑啊 真的 在澳洲有个例子 美国你一定死 我讲个例子 我在澳洲 澳洲的例子 就是在雪梨 应该是雪梨的没记错 或者是墨尔本 总之是两个大城市的 就是有个中国籍的大妈 她就不知道因为乱过马路被警察警告 然后警察叫他放下把刀 他不听 不知道为什么他找了把刀出来 他那个人应该精神有点问题 就是那个大妈 然后他没有放下把刀 结果是怎样呢 就是应该是新南威尔士 如果没有记错 那一个警察就一枪打死了一个大妈 就是这么简单的 你不听警察的指令 你是可以被击毙的 这个是事实 全部西方国家都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被警察击毙的人 就是因为不听警察的指令 譬如他拿着把刀在手上 就是好像那个小孩被人射一枪在胸口 其实就不是胸口 是胸口和肩膊中间的位置 正确来说又不是肩膊 正确来说又不是胸口 其实就是两个交界的地方射了一枪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你不听警察的指令 警察有把枪在手 你一手勾到警察那里 我不管你用削尖的铁支也好 一个交通也好 两个东西打到警察那里都会痛的 如果你说交通不痛的 不如我在那里狂勾你 何韩斯 何韩斯就说 哎呀交通来的 不痛的 试试打破你的头 试试打破你的头会怎么样 试试打破你的头会怎么样 他们现在就屈了 说你插装嫁和 你拍张照下面用三千字去形容人 插装嫁和 摆明屈的 这帮人最喜欢是这样的 这些就是文宣 他们说的文宣从来都是说谎的 我认为 其实我已经很客观了 有时候我都不想 不想自己怎么说 偏颇了 但是呢 没办法了 他们做的事情实际上太过分了 由七月开始其实已经非常过分了 即是你六月的时候 我最初第一回合 我都算你 我都看六月九日 他开始用暴力 开始用遮掩去挡抵胡椒噴霧那些 我当我看不到 当你们是占中 鱼蛋暴动的伤受狗狠 但是你跟着之后 那些所有的升级已经将整件事 由一个争取民主的运动 变成一个暴动 暴动 暴动 想变天 你们说出口的 有些人实际上说 应该香港通知中国 你看见 哇 我忍着眼睛笑到 那他革命 他的意思是 人家革命要流血的嘛 他们这帮混蛋最多就流过马尿 我就看到一张照片 就是一个人被捕的时候 他整条裤都湿了 就是哭 不停哭 会死老爸的嘛 就是基本上 所以我就说 其实这帮人现在是精神是有文牌的 其实整帮人呢 就是绝大部分 这次参与这些运动的人 是精神病人来的 而有一帮正常人 不断鼓动这些精神病人去死 其实很大陡的香港 精神病人原本是好好的 但是被他们煽动了情绪 令他们大起大落 有点屈躁抑鬱 好吧 我说回来 昨晚又说 找了一条黑衣的女尸 在海里 结果在海怡花园那里 就发出了一个 是他管理公司的 他是在这里跳下来的 他不是什么人杀死的 不要又在这里说鬼故了 可以知道其实是很多人已经发现了严重抑鬱症 是由于你们这帮精神正常 又贪徒移植的政军 或者奸商 煽动那些人的情绪走出来 令到很多人患上了抑鬱症 他说今天有多少人自杀 明天有多少人自杀 全部列出出来 其实香港一向都多人自杀的 其实从来都是 因为香港其实整个社会 就算是西方社会也好 自杀的人也是很多的 是 其实有一样东西 是 我说完不好意思 最新的 讲起这些东西 最新的谣言就是说 把新屋嶺改建 做这个少年教育营 就将它滴进去 就将那些少年犯滴进去改造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那些文宣全部都是 target一些深至未成熟的人 就是今次的运动和之前那些运动 很不同的地方 之前那些运动其实 他们那些文宣就是 都是讲理性和和平和非暴力的 和平、理性、非暴力去争取民主 我不觉得有问题的 我真的不觉得有问题的 这一样东西我也要讲回 只要你在合法的框架里面 你做这些东西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你有言论自由 你有集会的自由的 如果你根据法例来做 所有东西都是依法行事 回归法治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现在那些人哪里是 哪里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就算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就算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他们已经是明知 他们出完之后 就是有人会暴动的 都要继续出 我都不认识了 最后我们就讲一下林郑 刚刚新鲜滚热辣 林郑竟然说她收了什么 那些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和电台联播 讲一句的施政报告竟然取消 就改造下个月才 就是那些什么施政报告论坛 直接是要归宿了 连施政报告应该怎么做都不说 不做宣传了 怎样派堂不说 隨便说两句 因为林郑现在是逢君之恶 你现在看到他这个人做事 虽然被习主席说了几句 赠了他三句 他完全当没有听到 他这个面皮真的非常厚 我们说的当然不算数 习生说的算数 本来应该在理论上 但是他现在就是 习生说的都不听 是啊 现在我觉得他想揽炒 正如我昨天说 他现在是很想做一件事 我觉得就是 他很想中央接管整个香港 那这件事对所有人来说 都是一件坏事来的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就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它有它的历史原因 有些人当然会说 一国一制好些 可能 可以跟大家说 一国一制的话 香港金融业就很大件事了 整个金融业都在死的 你想想香港的产业之处 金融和地产是相互相性的 如果金融死了 地产都一起死的 那一国一制究竟是一国一制好 还是一国两制好 其实香港人应该自己想一想 现在你给林郑那样乱搞下去 其实对大家一些好处都没有 以图搞 以图搞政治游泳玩耳直的人 其实应该全部站出来 说要停止暴行 我可以跟大家说 这一件事才是他们急需做的事 不只是肥佬黎说 是整班泛民议员都要出来说 他们要停止所有的抗争暴力行为 如果这些抗争暴力行为延续 林郑她就会得逞 其实林郑她应该做的事 就是一早搞好民生问题 当然也有人说 香港问题不是民生有关 尤其是陈启宗 我是不同意她的说法的 她是有钱人 她是完全感受不到 香港中产的那种无助感的 所以她说 纯粹是身份认同政治问题 那些不是的 和政治风气问题不是的 问题是 香港政府长期都没有处理民生问题 可以令到整个社会 被那帮政棍利用了 因为那帮政棍很简单 香港那么多民生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民主 我们要争取民主 才可以解决这些民生问题 但其实事实就是 无论泛民和建制派 他们如果和政府一起坐在那里谈的话 民生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不是不能解决的 而是他们两边都是 他们都是决定了不做这件事 将香港变成一个政治斗兽场 高度政治化的城市 本来是一个商业城市 变成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城市 结果就是人人都没有云下 深黄和深藍都是这样 因为 是的 其实他们还会说一件事 就是你用中立模式 怎么可以解决现在的问题 对不起 是中立才可以解决到现在的问题 你们如果斗餐死的话 两边斗完的时候 剩下的那些死鸡 基本上就被那些有钱人收拾了 一般民生议题 就解决不了 不但仍会令绝大部分的人 在水深火焰之中 是 不过没办法 我们的势力不够大 一定要继续壮大 努力做 你努力做 我们继续做下去 没钱都做的 虽然我们减产了 因为没办法 实在工作也是太忙 工作上 大家都是忙的 那些真必师 其实他都很忙 不是说我们不想做 是 问题是 有太多事情要做 是 而且 期望我们 100%做义工 其实是不可能的 就是 这一件事不是实际的 如果做义工的话 其实很简单 好像以前那样 一个星期做两三千节目 最多是这样的 如果长期都是做义工的话 但是 当然 我知道我们这个节目 很多人 是变成了很多人的精神食糧 那我们尽量做 是 没有所谓的 尽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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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想尽量做 大家放心 我们是不会放弃 尽量做 其实我认为这个社会最好的就是 化肝哥为玉白 是 对 现在还有机会可以做得到 现在还有机会可以做得到 就是 你完全 孤立那班 極端的人 極端的人 其实那班極端的人 已经被政棍利用了 他们那班黑衣人 一个议席都不能拿得到 是 是 是 这件事 是 这件事就是 建制派的失策的地方 其实他们的地方保障 全部都是他们的人 是 是 他们太懒了 我可以跟大家说 民建联 有很多资源 但是他们完全做不到 应该做的事情 是 当然有人会 所以不同意我这个说法 说民建联已经做了很多 我看到的事情就不是 就是民建联他本来应该可以 就是 在业主立案法团那里做到一些事情 实际的事情 就是其实可以驱逐黑衣人 不是说不让黑衣人进去 但是现在情况是惡劣到怎么样 就是 那些黑衣人是敢劫持保安 上一栋楼那里 还会拍门 还会拍门 是 你哪有一个城市是可以允许一些 貌似恐怖分子的人这样做呢 就是 我都不说他是保障 就是其实没有的 其实香港的社会现在是完全失控 就是你说香港 是 就是怎么说呢 你说我说完全失控 就是意思不是说 香港变得很危险 而是那些人做这些事情 都是公权力制衡不了他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令每一个良民市民 竟然怕一帮违法的人 这一个是政府的失职 也都是泛民政棍 它是始作俑者 所以我们一定要制裁 是 和建制的态征 这两样造成 一定要有人站出来 无论反正 所以我建议 我建议加撑回流香港去选 就是这次 其实我们盲向编辑部 六个人都是回去选 不过当然不行 因为马来近和珍必思 都不是香港人 但是呢 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要改变整个风气 除了网台之外 整个政风都要改变才行的 就不可以 不可以让那帮黑衣人 占到任何一个席位 和泛民那帮 今次不同暴动切割的人 全部都要付出政治代价 我认为 只有这样他们才不敢再做 同一件事 否则下年他们会再来 是呀 当你几年就一次这样的暴动 香港就非常之伤 不过这样 其实香港人是很灵活的 之前我都说过 说多一件事 就完结了 之前我说过一件事 就是安全屋的问题 不知道家柴有没有听过 就是在酒店有蟑螂屋 他们做这些屋 会越来越困难 可以跟大家说 因为香港的酒店业 是想到一个应对的办法 我跟大家说 就是有很多酒店 现在他们就开始做装修和维修 那他们的房租不到出去 就大执 那大执的时候 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就是减少了客房的供应 而每一个客房的价格就高了一点 就 譬如今个月月底才算 已经没有五星级酒店是一千元那麽低 已经没有那麽便宜了 我自己都留意到 那有几间酒店 我知道他们内部都装修了 那些客房不断更新 所以香港人做生意是非常灵活的 就不要认为 他们这样可以揽炒 还有那些安全屋 其实搞一下搞一下就没得搞的了 那个安全屋其实就是 explored一个流动 就是警察不是那麽容易可以 进到一间酒店里面 但是 但是这个流动 其实是很容易破的 就是 警察如果用狗仔队跟着 一些暴动员的人 他换衣服你跟着他 你连首领都不用 你只要跟到他去酒店里面 你就可以抓人的 其实 其实 这一件事 警察是没破到法的原因 就是又是警察不熟例 很奇怪 我不是很明白警察会这样 不过 是 警察常常都以为 要首领才可以进酒店 但是 其实是有方法破这条例的 因为其实有另外一个方法 可以进去抓人的 就是不需要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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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知 现在的警察是没有这些招数 因為他的權力是沒有用盡的 其實香港政府很久都是這樣的 他的施政失效就是因為台政 你要做事的話 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手上有多少權力 而香港政府是不知道的 譬如緊急法 這一次是會逼這個政府對於控制社會穩定 完全全靠一次 他下一次報告之後就會進化 但是你給林鄭做就不行的 因為林鄭這個人就是桌墊的人來的 完全全是桌墊 還有把問題向上 就是要他老闆解決的人 他做一個行政首長是不適合的 就是因為他去到每一個地方 其實都是把問題上報 由上面的人幫他解決 而不是他去解決手上的問題 他不是為上司解決手上的問題 他是把自己的問題向上報 現在香港整個政府都有這個問題 其實是非常嚴峻的 我跟大家說 在政府任何一個機關你要做事 從來都是 你要知道你手上有什麼權力 你那個權力可以怎樣扭 可以做到一個為民排解問題的方法出來 從來都是要這樣 如果你做不到這樣的事情 就不要做這些政府了 真的 香港現在有很多人都是 很多政府的人員 是啊 他打了一份工作 他不是有理想要解決社會上的問題 那那些人 怎麼說呢 其實緊急法那些人 為什麼我們一早就知道可以用緊急法去搞民生的事情呢 其實因為我們很熟悉 完全知道香港實際上 那個政府有什麼法例是可以操作去做一些事情 是不需要通過立法會去做的 嗯 是啊 其實只不過是政府不願意運用他的成語權力而已 免得被人罵 免得被人說嘛 那就沒辦法了 是啊 那今天的節目這一節就是這麼多 晚上每次都有的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